好,各位晚上好,我是董买买,今天跟大家聊一聊Otomo Mobile 3,大江的第三代最新一代的手术云台,就放在后面的这个产品,那它的价格是799块钱,套装版,发布会当天我就买了,当时大江的页面上写的是20天左右发货,但实际呢,我也就等待了三天就发货了,也许呢,是大江的供应链比较强大,那也许呢,是这玩意卖的不太好,总之呢,你自己去猜一猜吧,那另外呢,这个云台呢,我也在B站董买买这个账号上发布了一个抽奖动态,那这个产品测试完之后呢,我会 在B站上给它抽掉,那如果对这个产品感兴趣,又不想自己花钱买的同学们,不妨在B站上关注董买买,然后转发一下我的那条抽奖动态,不需要爱特任何人,也不会骚扰你的那些小伙伴,然后希望重要的就是你吧,那我看了一下我在大江后台的订单啊,我是一个每一代Otomo都买了的人,那第一代的灵萌呢,3999块钱,灵萌相机,大江呢,做得非常早,在大家还没有对稳定器有特别概念的时候,大江就已经把这个灵萌给它做出来了,那第一代产品呢,现在回头来看, 并不算特别完美啊,虽然稳定现场足够好,但是大江呢,坚持非要用自己的那个摄像头来拍摄,所以导致了这个画质一直被人诟病,并且那个摄像头的发热量比较大,那这直接带来了,如果你用摄像头内度的声音去收音的话,你甚至能听到那个散热风扇的声音,所以大江为了后来挽救这个设计上的失败之处,给每个买这个人的送了一个一点点长的小型的麦克风,那算是一个替补方案的,总之就是大江的一代产品,虽然这个产品我们现在回头看做的并不好,但是在那边看,并不算 在那个时间点上,3999块钱能做到一个稳定拍摄,其实还是比较难的,当时买个便宜后的账号还叫多数互相标,我的小伙伴们当时评测这款产品,我刚刚回头看了一下,当时我们这款产品的评价确实挺高的,那大家评论上对这个产品也评价确实挺高的,唯一的问题呢,就是卖的比较贵,当然那大江这款产品在那个年代呢,还使用了一个特别优秀的设计,叫做模块化设计,就是顶上的那个机头呢,你可以把它拆掉,拆掉之后呢,你可以换上一个带有稳定器功能的 这个夹子,就是传统的手机夹,但是呢,由于这个模块化设计的结构嘛,所以你的稳定结构的电机也必须在那个夹子上,因此呢,大江把那个产品卖的非常贵,那个夹子叫做蝉丝M1云台,卖到了1199块钱,你可以理解为那么一个稳定器的一半就卖到1199块钱,不过当时卖卖也买了,买回来之后呢,我一度觉得用手机拍摄配合这一套是一个比较完美的解决方案,现在想想看我当年真有钱啊,1199块钱的一个手机夹我都买,那两年后呢,就是2018年 那三月份,我又买了大江的Otomo Mobile 2,就是第二代的云台,那这个云台呢,相比于一代进行的脱胎换骨的设计啊,首先大量使用工程塑料,那直观感受呢,就是把这个重量给降低下来的,但是呢,由于是工程塑料的强度非常大,日常使用我到现在为止没见到谁把这玩意给摔坏过,那同时呢,899块钱的价格,当时对于市场上来说也是一颗重磅炸弹啊,那从那一代开始呢,大江大幅度强化了软件,就是APP在整个稳定器中的作用,我记得好像是从那一代开始,大江就开始有那个, 直选跟踪了,这样的话,你使用稳定器的时候,如果你反过来,前置摄像头对着自己拍,你一边走一边拍,然后这个稳定器可以始终保持正对着你,对于一些拍Vlog的人来说比较有用啊,当然用手机拍天生的一个缺陷呢,就是你需要外接麦克风,那在二代产品上的这个设计不太好,那同时呢,在二代开始呢,市场上的竞争行情也变了,各种各样的友商呢,都出了啊,大量类似各种的产品,甚至呢,设计上做的也有一些小创新,那于是呢,大江就不得不面临价格战,于是这玩意经常打� 那我记得,虽然官方定价是899块钱啊,但是699块钱买个便宜货呢,APP都推荐过很多次了,好,说到价格方面呢,我们就不得不聊一下我们的恰饭爸爸买个便宜货了,买个便宜货APP呢,是一款电商资讯的APP,它并不直接销售商品,只在商品有打折的时候告诉你在哪去买,大牌正品有低价,就在买个便宜货,如果你还没有下载过买个便宜货的同学们,赶紧扫描二维码下载吧,那像大江的OSMO Mobile 2呢,我记得买个便宜货就推荐过很多很多次699 9块钱的价格,那2019年8月,OSMO Mobile 3上市了,跟大家网上的套路一样呢,它会先把主流的媒体先送一个,然后让主流媒体来评测一下,那在一个固定的时间点,所有的媒体全部把这个评测视频放出来,那像买买这样的非主流的媒体呢,看到这个评测之后就无脑买就对了,那于是我就无脑买了一个吧,定价方面呢,699块钱的基本款,799块钱的套装款,套装款相比基本款也就多了一个三脚架,这个三脚架呢,其实非常多的第三方配件,10块钱一个,在淘宝上肯定买个便宜货 然后额外送了一个收纳包,这个收纳包呢,这个体积呢,做的也不错,但是毕竟你花了100块钱,看一下,看100块能买一个多好的包了,对不对,所以这个799块钱的套装款,我觉得对于这种像我这样有原厂经级的人可以买,如果本质经济原则的话,这100块钱真的可以完全省下来啊,大家不要打我哦,那给到产品本身啊,产品本身呢,支持这个收纳折叠,因而可以做的很小,但是这个折叠机构呢,上面有两个对标的印记,你必须要对准,如果你不对准的话,像你随便按个角度按下去,它虽然可以折起来, 但是呢,这根轴一直在晃动,所以呢,还是不太舒服,啊,这个折叠呢,虽然看起来很帅气,广告片做的也很帅啊,但是真正使用的时候呢,确实很方便,你就要折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,这个对准这个标记就好了,其他的倒也没啥,那折叠之后呢,这个尺寸相对于二代来说,这个是脱胎换骨,因为二代呢,就稳定器这玩意吧,特别讨厌的是,它长得比较畸形,就是你虽然那玩意不重,但你放包,它很占地方,然后折叠的之后呢,确实已经使用上很省地方了,那使用方法上呢,依然比 夹上去,然后手机摄像头这边朝左,先调节它的水平稳定,然后再调节它的数值稳定,那说实话呢,这个手机的重量分布不是特别均匀啊,基本上水平稳定调节之后呢,再调节数值稳定,不是那么特别容易调,但是差不多就行了,那实测呢,像我使用这个华为P30 Pro这个电竞呢,完全没有问题,可以正常运行,甚至我跑步起来的稳定,我觉得这个效果上大体还是算是可以接受,所以这个调平衡这个事大家不要太纠结,那另外呢,这个手机夹这方面设计的比较巧妙啊,咱们都知道这个手机侧面会有一些按钮,这些按 按钮呢,如果一些传统的手机家设计的不好,它会不小心把那个按钮给按下你,什么关机啊,调节音量啊,特别烦,对吧,那个,但是呢,在这一代上,这个夹子的设计已经非常好了,基本上不会影响到你手机上的按钮,那个反正华为的P30 Pro没问题,然后我使用这个iPhone X,X Max也没有问题,我觉得这个设计挺好的,那至于日常使用的话,似乎呢,也没啥可说的,开机就用,按下机器后面的按钮锁定,拿手机拍摄的话,我建议你拍摄4K30帧或者4K60帧的分辨率的视频啊,因为在4K30或者4K60 就是这样高分辨率高帧率的情况下呢,手机自带的防抖算法往往不太好,这时候有一个物理稳定正好可以弥补,并且呢,你拍摄高分辨率的画质去输出到1080p相当于做了一次超彩吧,这个画质上会好一些,那另外呢,如果你4K输出到1080p,如果你的构图不太得到,还具备一定的裁剪空间,所以我建议你大家都用4K30来拍啊,那华为P30 Pro呢,其实是可以拍摄4K30帧的,那从功能方面来看,这一代特别要强调的就是它的功能按钮,就是那个M那个按键,你只要连续按两次,它可以� 调节数值跟水平之间来回切换,那二代的时候呢,是要手动在那搬,我觉得仅仅就这么一个功能,就让我们这些二代基本上没有在买的必要了吧,我们咱们就把这个二代当传家宝好了,那整个使用方面呢,我觉得完全没问题,那这一次呢,还提供了一个USB Type-C的充电接口,然后呢,机身上也有一个USB A的接口,那不管你是说想充着电用,还是说你想接外接麦克风,啊,虽然这个样子会丑了点,但基本上可以保证你正常使用起来了,我知道有一些主播,他有使用这个外置设备, 为连接的需求,所以大家让这个产品做到第三代的时候,我觉得整体设计上已经比较完美了,那完美归完美,我们在聊聊看这玩意儿有没有缺点,那其实缺点也是有的,那个我看很多评测没有提到,就是它的Z轴,就咱们所说的这个抚养轴,啊,如果你把它放在自营车上的话,这个明显能看到抚养轴的这个抖动还是比较明显啊,就是这个产,这个问题从二代开始就一直被人所说啊,甚至还有一些人出了一些民间的魔改款,那我把这个民间魔改款样子放在这边给大家看看啊,其实改的非常有头脑,那基本上这就是 一个特别牛的三轴稳定器了,那这种小型的设备呢,其实在Z轴的处理上都不太好,包括它的竞争产品也是如此,那大江呢,我估计二代产品这个Z轴不好,他们是知道的,那为什么三代还没怎么改呢,我估计不是不想改,而是改不了,所以如果你对Z轴这个稳定性特别在乎的话,甚至说你的拍摄的过程中有大量的跑动,那我觉得这样的小型稳定器可能对你还不太适合, 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,我觉得手持拍摄啊,这个Z轴已经虽然有一点点抖动啊,但是完全是在可以接受的话范围内,换句话说啊,就是一点点抖动,我不是为大江开脱啊,就是咱们正常拍视频的时候还真的不希望完全纹丝不动,有一点点抖动,反而会显得这个视频更加真实,所以Z轴的问题大家一直没改,然后这是做的不好的地方,但是我觉得 699块钱这个产品,你不买大江,你买别人好,这个问题也没有谁处理的更好,好,这是买买这个观点啊,那希望大江不要打我,也希望别的品牌不要打我 那当然了,还要再夸一下的是大江的软件,一如既往的特别好用,那这一次呢,比如说如果你想拍一个全景,基本上你只要把相机摆对位置点一下,按全景,然后相机都会啪啪啪啪,自动把照片按好,按好之后它会自动合成一张,基本上就是无脑操作,这方面的软件大江做的已经日真成熟了,包括如果你使用前置摄像头的话,你手指点选一下, 把自己设置为一个追踪,这样你的脑袋呢,在画外内发生一些轻微的移动,那这个摄像机都可以一直追踪到你,对于Vlog来说,这个功能实在是特别特别的好用,所以在软件上我觉得大江已经做的非常好了,然后这一套硬件也很强,这就是699块钱的Auto Mobile 3买买对这个产品的评价,整体上我倾向于是如果需要还是可以买入的态度的,好了,这就是本期懂买买的视频,希望你们喜欢我的视频,感谢你不要忘记评论订阅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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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我的账号,赶紧 订阅我吧,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,对了,对了,赶紧去关注一下我的B站,懂买买这个账号,转发一下我的这条动态,那希望重点就是你吧,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